报道指出,萨克奇今天没有提出新的财政紧缩措施,而仅仅承诺将严格遵守现有的承诺。 投资者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之外,又有了法国信贷评级可能被调降这一新的担忧。 在市场传闻多天,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法国的经济状况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帮助情况较差的欧元区国家的任务之后,法国总统萨克奇今天亿万宣布结束假期,并召集主要政府部长出席一次紧急会议。 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下降多年,同时政府也没有完全削减预算赤字比例的承诺。 法国政府曾经表示,将会在今年之内削减预算赤字到国家收入的5.7%以下,并且在2012年控制这一比例在4.6%,考虑到今年的预算赤字比例是7.1%,多数分析师都认为,法国政府的这一目标毫无现实性。